引力為目的 什麼叫引力為目的 就是把股東的權益放到最大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一間公司它在成立的時候 基本上它必須要去跟它的股東去做募資的動作 那募集資金之後 所以其實整個公司的所有權是屬於誰的 不是董事長的 也不是董事會的 就像鴻海這間公司這麼大 它的所有權是誰的 是郭台銘 不是因為郭台銘是董事長 而是因為郭台銘是大股東之一 所以我們公司其實不只是屬於大股東的 它也屬於所有買鴻海股票的小股東 包括我也是 我有買兩張 它目前還卡在裡面 好 那不重要 那所以重點在於 整個我們抓住 如果公司法的第一條的立法目的 第一條第一項的立法目的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股東的利益 最大化 以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原則 那也因此整個公司法去做公司 整個公司體制的設計 最主要的話 它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那我們剛剛有說過 整個公司的所有權屬於誰的 屬於股東的 那當然啦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二條 就是公司法第二條 各位都很熟悉 我們說公司分的種類 分成這四種 包括無限 有限 兩核 以及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整個 你會發現整個我們公司法的立法架構裡面 從第一百二十八條以下 一直到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四 的這個款式 大部分啦 大部分的條文的內容 佔的比例最多的是誰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為什麼是股份有限公司 因為整個公司法當初在民國早期 在立法支出的時候 它是希望說 我們希望可以把公司都是變成大公司的形式 因為大公司的形式的話 我們才能夠促進國民經濟 所以整個公司法的整體的立法架構 它是以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它整個規範的主要的內容的所在 所以 我們整個在抓 當各位同學在抓公司法的考點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先抓誰 當然是先抓股份有限公司 那當然不是說其他的三種公司 包括無限 有限 兩核 不會考 它會考在選擇題 通常深論實力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這近幾年來的考題 全部都抓著哪個考點 都是抓著股份有限公司的考點 那也因此我們一開始在抓體系的時候 任何法科在學習都是先抓體系 所以我們在抓體系的時候 如果是抓公司法的體系 我們會抓在哪裡 我們會主要是抓股份有限公司的體系架構 股份有限公司的體系架構 所以股份有限公司的體系架構怎麼設計呢 剛才有跟各位報告過 整個股份有限公司它也是公司的一種 公司的所有權屬於誰的 屬於股東的 可是通常股份有限公司 都是比較大型的公司 所以比較大型的公司的話 它的股東就會非常的多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 主要它整個的 我們整個公司的整個整體股東 可以組成股東會 股東會 當然你去依照大家持股的比例 裡面就會有持股比例相當高的 包括像鴻海公司裡面的郭台銘 它當然就是持股比例很高的大股東 那也有像我們這種就是 小資族 可能只夠買了一張或兩張的 鴻海的股票的這種小股東 所以還有小股東的組成 那當然 我們公司這麼大 它裡面的股東這麼的多 所以雖然是說 我們整個公司是屬於股東的 可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在整個公司在經營的時候 也全部交由所有的股東 一起來做決議 有沒有可能 這不太可能 為什麼不太可能 因為這符符合經濟效益 跟誰做抵觸 跟我們的利益最大化做抵觸嘛 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我們今天這間公司 我們要買一張桌子 買一個獎台 或是買一部電風扇 這部電風扇可能啊 可能一千塊好了 可是你光開一個股東會 如果我們今天光整個公司 要不要買電風扇 來當做這個 整個給員工 辦公的時候來吹這樣子 溫度比較低這樣 那我們連買一台電風扇一千塊 我們都要由公司 拿去開個股東會來決議 那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嘛 我們光開一個股東會好了 假設股東有一千人 有的大公司甚至到上萬人 你開個股東會 光發股東的開會通知 可能就花一千萬 所以你為了買一台一千塊的電風扇 花了一千萬來開股東會 這完全不符合經濟成本 所以抵觸了利益最大化的這個原則 所以因此我們不可能所有啊 整個公司的決策 全部都交由股東會來處理 交由股東會來決議 所以我們會交給誰 所以我們在公司法 會創造另外一個組織機構 創造它本身另外一個架構 去讓它去做公司的決議 所以我們創造了什麼 我們創造了董事會 所以董事會基本上 它是整個公司的決策機關 它是整個公司的決策機關 為什麼 因為股東會 它開會成本太高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決策 都交給股東會來處理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把這樣的決策權限啊 委託給 委託給董事會 這樣懂嗎 所以這是一個決策權的委託 這是一種決策權的委託 決策權的委託 那也因此 因為它是一種決策權的委託 當然啊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它就必須要有受委託的這樣的義務嘛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在公司法的第23條 各位之前都有讀過 而且很熟悉的 它必須我們要同時啊 赴課語啊 董事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它必須要有一些受委託的義務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主要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的 目前公司法的政策是 經營跟所有分離 也就是各位常聽到的經所分離 那你今天董事會裡面 成員裡面的董事 他不見得他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嘛 那既然不是這個公司的股東 譬如說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他每個月薪水就是10萬 那他今天幫這個公司認真的賺 認真的賺錢 譬如說賺1000億 或者是賺10億 或者是賠1000億 對他來講 他每個月都是領10萬塊 他對他來講根本就沒差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董事就可能會偷懶 那可能會偷懶的話 那就會造成啊 跟利益最大化去做抵觸嘛 所以因此 我們把決策權啊 我們把決策權 這是一個權利 把這個字譜上去 當我們把這個決策權 委託給董事的時候 同時 當然也要賦予他一些義務 這種義務的話 才會讓這個董事 他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能夠以利益 公司利益最大化 來做為決策的主要的內容 那因此能夠幫公司 創造更多的利益 所以我們必須要 課予受託義務啊 課予受託義務 那主要的受託義務勒 我們就可以參閱第23條 公司法則第23條 其中主要的內涵 他有兩大義務啊 第一個就是託義義務啊 以及忠實義務 可以嗎 可以齁 OK 好 再來 那課予這樣的 諸義務跟忠實義務之外 那 可是有時候你股東會喔 裡面的股東 不可能每天都搭在公司裡面嘛 就像平常我們一年可能 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股東常會的話 一年也才開一次而已 所以 雖然 即便我們 給把這個決策權交付於股東 那董事長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然後課予了他這樣的受託義務 可是課予了他這個受託義務的時候 可是不見得我們會有時間 隨時都去監督這些董事 有沒有去善盡他的受託義務嘛 所以因此 我們必須要再創造另外一個組織 去監督這個董事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這個監督的機關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監察人 就是所謂的監察人 所以監察人 我們創設了監察人這個機構 去監督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讓他能夠善盡受託義務 以便達到我們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嘛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那也因此其實這樣的三角形的關係就要出現了 我們創造這樣的機構 這樣的組織 其實就是所謂的監察人 當然是股東會也是委託監察人 委託監察人去監督董事會嘛 所以當然其實在這個地方啊 股東會跟監察人之間的關係 也有一個受託義務 也有一個受託義務 這個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我們可以從公司法23條看出來 為什麼 因為公司法23條 我們說要付啊 整個受託義務的主要的主體是誰 規範的主體是誰 是公司負責人 公司負責人的話其中規範在哪裡 規範在公司法的第八條 其中第八條裡面 監察人算不算是一種受託 算是公司負責人其中一種 也算是 你看第八條第二項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所以本身來講監察人也富有 也富有整個股東會賦予的 這樣的受託的義務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所以原則上來講 這三大區塊就組成了整個公司的架構 OK齁 所以哪些東西是考點啊 第一個 整個股東會啊 賦予董事會的這個決策權一定是考點 第二個 我們今天 股東會賦予董事會之後 必須要確保董事能夠認真的執行他的職務 所以受託義務也是考點 他所涉及的法條都是考點 再來 其中 我們要確保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能夠善盡他的 他的義務 所以我們又 要委託監察人去監督他 所以這是第三個考點 在這邊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重點 還有 其實那我們的股東會齁 我們目前的 應該是說我們目前的公司法的設計啊 我們的董事會的選任是怎麼選任的 我們董事會上面的選任的話 本身來講 我們是採取啊 分別選舉制 而且是累積投票制 分別選舉制是 分別選舉制是誰去分別選舉 分別是董事會裡面的董事跟監察人 在股東會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分別去選舉 而且累積投票制 所以這樣的選舉制度有什麼缺點 我們是累積投票制的話 就是等於是每一個股東 他的選舉權啊 他的選舉權在分別在選舉的時候 監察人去做選舉 那董事會 董事做選舉 是分開選舉 大家同時把所有的選舉權 去灌在一個人身上 他的票數越多的時候 選舉權數越多的時候 他就當選嘛 所以一般的公司 如果今天大股東 他把持了所有 基本上大部分的股權的時候 那在分別選舉制度 累積投票制度的配套措施之下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董事 你的大股東選舉出來的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 跟你選出來的監察人 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派系的人嘛 都是公司經營派系的人 所以很容易就會造成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跟監察 根本是同一個派系的人 所以常常會有一句話 各位常聽到叫 董監董監狼狽為奸嘛 這樣懂嗎 所以也因此 我們說 雖然啊 我們說少數服從多數啊 多數的股東的裡面的選舉權 選出了董事跟監察人 但是很容易會造成 董監董監狼狽為奸的情形發生 也因此 公司法制度的設計上 必須要去設計一些制度 去保障誰 去保障少數的股東 也就是所謂的小股東 這樣的概念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所謂的 少數股東權 去少數股東權 可以嗎 那這樣的少數股東權 我們可以發現 它可不可以隨便亂行駛 我們雖然是要保障它 保障它也不是要讓它隨便亂行駛嘛 因為如果今天持股比例 它本身很低的話 那每次公司決策 出來的時候 它就一直 它一直隨便 隨意任意就可以行駛 它的少數股東權的話 也會造成公司啊 很多事務業務上面的執行 受到阻礙 怕他們來亂就對了啦 所以通常這種少數股東權 在公司法上面的設計 它都必須要持股期間 以及持股比例的限制 持股期間跟持股比例的限制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涉及的法條 就超級多的啦 譬如說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在開股東會的時候 如果董事他故意不開股東會 因為我們說公司法上面的規定 是我們股東會的召開 必須是董事會去召開股東會嘛 一般股東常會是這樣召開的 那如果今天董事會擺爛 他不開股東會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少數股東 他就可以去要求去開 少數股東就可以要求他開股東會嘛 所以這個法條的設計 規範在173條 或者是今天啊 有些少數的股東 在股東會的時候想要去做提案 少數股東也有提案權 那這個規範在哪裡 規範在172條之一 那甚至呢 在譬如說 有些 譬如說我們今天監察人啊 譬如說公司他想要去 這個跟股東 跟董事之間 他去做交易的時候 董事本身來講 他有些 有些沒有盡到他受委託 義務的責任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公司如果他 不故意不去對這個董事去做 訴訟動作的時候 這個時候少數股東 也可以要求去做 去對 董事去做追訴的動作 甚至啊 有些董事不盡義務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去 少數股東可以去要求啊 去解認董事 這規範在第200條 等等這類的法條 都是為了要保障少數股東權益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因此 我們整個公司法的架構 就分了四大區塊了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 股東會 把決策權限賦予啊 董事會 所以他會有個委託 委託的關係 再來 我們要課予他受託的義務 那要為了要確保 董事可以執行業務的時候 可以完全的符合他的受託義務 所以我們創造了監察人 再來 我們怕董監董監狼狽為奸 所以我們必須要賦予 小股東們 具有少數的股東權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 各位如果理解了整個公司法 這樣的架構之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幾年來的考題 這幾年的考題 其實就按照這 四大區塊 四大重點 我們幫你標的阿拉伯數字1234 去做 考試的安排 各位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請翻到講義的第二頁 講義的第二頁的話 我們先放的是109年 也就是剛 這個 去年剛考完的這個 公司法的題目 公司法跟會計 跟證交法的題目 各位可以看一下 來第一題 他說A股份有限公司 下層A公司 那 自有三席的董事跟一席的監察人 自有三席的董事跟一席的監察人 那因為三席的董事啊 就有關公司的業務的轉型的重大決策 各執己見 所以無法達成共識 這個時候 直接辭去董事的職務 所以因此A公司 有必要召開股東會 他想要召開股東會 可是董事會 目前的董事全部都辭職了 所以沒有辦法召開股東會的時候 這個時候依照現行的公司法規定 有哪些方法可以依循 所以他在考什麼 他在考股東會的召開嘛 這樣了解嗎 那股東會的召開可以由誰召開 第一個 少數的股東可不可以 可以 部分持股超過一定比例的股東可不可以 可以這等一下會說 這個在173條之一 這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再來 監察人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的考點 就坐落在我們這個四大區塊裡面 三大關係四大區塊裡面 沒錯嘛 這樣可以 那等一下會再帶大家去做深入的解題 這是109年的公司法的部分 來 那我們先跳過109年的證交法 請各位再翻到108年的公司法的題目 來請翻到第四頁的部分 來第四頁的部分喔 的第一題 一樣 深論實力的第一題 他說A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A公司 來在第四頁的部分 他說以發行啊 股份為普通股10萬股 那盈餘分派優先 盈餘分派優先 那無表決權的特別股5萬股 所以股份喔 他現在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有發發發現 有發行了這麼多的股份喔 那A公司定於今年6月15號召開股東常會 召開股東常會這邊 A公司雖然位於該股東會召開之前啊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喔 公告受理股東的提案書面 以及電子的受理方式 受理處所跟受理期間等等 但是持有A公司普通股1000股 來各位同學可以看喔 在第一行的時候 A公司發行了一般的普通股10萬股 那特別股在第二行發行了5萬股 所以他總共股份數是15萬股 當然等一下我們會 涉及他裡面的真點 就是這個無表決權的特別股的話 他的計算要不要列入的問題 這等下我們再提及喔 可是各位可以先看到第四行 但是持有A公司普通股1000股的股東獎 你全部裡面整個公司發行了一般股 普通股10萬股 特別股萬股 但是這個股東獎他只有一千股 所以他本身來講是誰 一千股就一張股票嘛 他是誰 他是小股東嘛 對吧他是小股東 所以他是在考小股東 之餘股東會的關係 是嘛沒有錯嘛 來再往下看 再來 那他說在第四行以下 他說但持有A公司普通股1000股的股東獎 仍然要人於A公司即發股東會開會通知之前 我先被讀稿機把它唸完 向公司提出公司應捐助新台幣100萬餘 受虐兒童保護團體的議案 那這個時候A公司的董事會 A公司董事會在這 他沿你下列不將假所提議列案的這種該次的理由 然後分別有一二三種理由 那請逐一說明各個理由是否可行 所以他在考什麼 他在考小股東 少數股東權 在股東會召開的時候 召開之前 他有股東提案權的問題 這樣可以吧 那股東提案權的話 等一下在這個172條之以下 我們等一下會幫各位去做說明 所以是不是也是在考 股東會 裡面的小股東 然後董事會的關係 是嗎 也是嘛 所以你看都是按照這個體系加工在走哦 來 所以我們先把體系抓出來 再來 各位可以再看107年的 商法的公司法的題目 這個在第六頁以下 請翻到第六頁 來 第六頁的第一題啊 107年的 這個 商法的這個第一題 來我把題目 詩哥朗送一下 第一題 他說 A股份有限公司 又來了 你看 整個考試裡面的考題解題 最喜歡考的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嘛 果然是如此 你看這三年都是考股份有限公司哦 好再來哦 他說A股份有限公司 唯一個從事半導體生產的 非公開發行的公司 這個因為 公開發行公司 如果甚至你上市上貴新貴的話 這個會規範在證交法嘛 然後那個是等一下我們要講的第二題的考點嘛 對不對 好 那他說最近呢 該公司召開股東會 這裡 召開股東會 改選董事 跟監察人 好在這裡 好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這幾個關係在跑來跑去嘛 非常的 非常的這符合我們的體系架構 再來咧 那他說賈當選監察人 所以賈今天是監察人在這 那由是賈第一次 由於這個是哦 賈第一次擔任公司監察人哦 所以他是第一次擔任公司的監察人 所以他問說 欸請問一下 那這個賈今天他擔任監察人的時候 有哪些權限啊 看括號一 他說監察人的報酬如何決定 你有權 你有你的權限嘛 那你受公司的委託嘛 所以你當然會有報酬的請求權 可是報酬請求權的話 公司法的法條規範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重點 然後第二題來各位請再看第二題 那他說監察人可不可以參加董事會 來看哦 監察人他要監督董事 董事會裡面的董事在做決議的過程 那可不可以參加董事會 這個等一下我們要把法條抓出來 然後監察人在何種情況下 可以召集股東會 也就是說 通常來講是董事會去召開股東會 那如果今天有些特殊情形的時候 監察人可不可以去召開股東會 這樣的關係 所以各位看到這107年到109年的考題 有沒有發現這些東西 這些考題全部都坐落在三大關係 四大考點裡面 所以等一下我們馬上就要為各位進行 就是從109年一路解回去 我們從109年解到108再解到107年 先把公司法看完 我們再來看證交費